儒家文化浸染的东南亚地区被网友戏称为东亚怪物法 因为挤在这片不大却无比繁杂的区域 各个国家都有其取决的发展历史 也修出了惊人的政治掏掠 当下国人熟悉的有前功后继的日本 有繁蜀多年的朝鲜 也有将古时冲突绵延到近代的越南 缅甸并不在人们视线之内 这归因于线下缅甸贫若分裂的形式 和几乎不值一提的地区地位 但事实上缅甸历史上也曾圣极一时 差一点就成了东南亚霸主 霸主梦失败的一大重要原因 就是将触手伸向了当时同样集圣的大清 乾隆皇帝在自我表彰的十权纪里 将轻勉之战作为生平十大功绩之一 但事实上这场战争 清廷四次出兵 拉锯七年 并未取得实质性大胜 而且伤亡惨重 豪自甚大 折损了诸多名将 最终只得了份须与尾夷 并未落实的归祥书 口水战打了很多年 以当时的悬殊国力和大清自命清高的姿态而言 其实已经算是一场败仗 为此乾隆自表一直备受后世诟病 这种西南僻壤上的小国 如何让踏平西北的大清陷入苦战呢 急胜的大清遇到了怎样的劲敌呢 这要从两国情况说起 周敏的邦交是从汉朝开始的 元朝时忽必烈曾派使者招缅甸加入纳供系统 但使者被当时的蒲干王杀掉 震怒的元直接派兵攻陷了缅甸首都 将缅甸设成了行政省 缅甸就此分裂 反属关系维持到了明朝 到了明朝后期 中原势力逐渐衰微 缅甸又出现强权东宇王朝 借西南边境混乱的土司治理模式向内入侵 结果被万历皇帝清剿后再次分裂 但由于明朝走衰 缅甸对中国边境的侵扰持续不断 地区关系 僵化 两国外交关系阻断一直延续到了清朝 清朝稳定之后 历代皇帝一直批于应对西北大患 对西南持续不愿的小乱 不痛不痒 最终养虎为患 清朝强盛 鲜罗 老挝 琉球等地都加入纳供体系 缅甸也有加入意愿 但共版王朝的崛起改变缅甸国内局势 缅甸是连接东亚与南亚的走廊 共版王朝趁势吞下印度 老挝 鲜罗等多国疆域 扩张之势如我如荼 成为东南亚最鼎盛的势力 膨胀的缅甸没有放过大清这块肥肉 当时两国边境割据土司势力非常多 一部分归于大清治下 一部分归于缅甸 其实大都两面骑抢 缅甸不断地向内地扩张势力 云南朝廷表现得异常软弱无知 对缅甸的政治局势变化毫无知觉 对许多吐司上报的缅军滋扰 劫略情况视而不见 对朝廷瞒报 迟报 前方情报迟滞虚假 朝廷专注准盖叛乱 一切都给了缅甸可乘之机 1762年 共版王朝纠结吐司进攻边境地区 耿马吐司率中反抗 杀得近200缅兵 为了西式宁人向共版进贡 最终却被云南朝廷扣上杀凉冒功的帽子处死了 这无疑驻扎了缅甸嚣张企业 缅军滋扰郁家肆无忌惮 劫略成风 连人口都不放过 瞒不下去的地方官终于以外费劫略这种不痛不痒的理由 向朝廷上说了 强龙大怒决定争缅 清缅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当时清朝强盛 而且刚刚平定了新疆 对于西南小乱不以为意 就地派遣云贵总督刘早 前去评乱 出身不熟军士 却最善揣渡圣意 敷衍军情 他像不像样派了一支战力绵然的陆营兵前去边境 在缅军截略晚撤退前只抓了五个人 却尚表称大姐 缅军望风而逃 哄得乾隆高兴 但缅军三个月后就杀了回来 占领车里地区 并且向清廷宣布将该地区拿入自己国土 直接折了乾隆的掩面 流藻大惊 马上派三千部队去追缴 结果却被缅军游击战大破 死了数百人 谎报军情 持务战机 战败失地 刘早忧郁不已 最终自尽而亡 刘早战败之后 乾隆将闪干总督杨应聚派到云南 本以为这个镇守西部的大力能扳回一局 不想这位大学时比刘早更为吝啬 差点误过 杨应聚上任后 下令追击撤退缅军 当时缅甸忙于应对仙卢 给他们留下一片空城 清军毫无收获 杨应聚与刘早一样将 歼必清野当作大胜上报 并颇有气势地发了逃缅西文 号称统军五十万 由火炮上街 不日即可攻陷缅甸 引得一片摇摆吐丝 纷纷归响 之后杨应聚愈加轻敌 率逼1.4万进攻缅甸 在水路要塞新街补兵 增援上相当吝啬 只都千人 最终被缅军攻破 死伤惨重不说 还让缅军顺势跨际 将土驻兵 悄然形成合围之势 清军再次发兵时 缅军凭借火器和地势之变 顽强抵抗 激战数日 杨应聚派刘德成坐后援 谁知他却置住不浅 导致马强龙部队渡江时 几乎被缅军全监 缅军再次戒好救收 巧然撤走 又被杨应聚以大胜上保 之后 担心缅军截断后路 清军撤回龙川 缅军进入龙川追击清军 清军一路溃败 丢盔卸甲 仍上报朝廷大街 杨应聚没了战胜把握 开始议和 两厢撤军过程中 又在猛谋大战 各有死伤 清军照例上报朝廷大赦 杀敌上万 一只被蒙在鼓里的乾隆 从侍卫处得知 战况真相后 勃然大怒 将一只谎报军警 一路丢失江土的李时生 杨应聚等主将 统统处死 二战高福 两场拉锯战下来 云贵本地的陆营兵 损失惨重 无力应战 乾隆这次非常重视 不仅派遣平江大将 明锐做总督 还给他派了 三千朝廷最精锐的八起兵 加上传属抽调 八千兵力 与本地陆营 总出兵规模打倒 两万多 明锐是武将出身 还有平江战功在身 比前两位文官气势都足 亲自率领万多精兵 从丸顶攻入缅甸 此时缅甸已经灭掉先鲁 逐力回远 实力更胜 但他们游击战 打得炉火纯青 照例 兼比青野 明锐一路留军助手 一路领兵前进 一开始过山渡江 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管一宝打了一战 持缘有度 大获全胜 取得清军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见识了八级厉害的 缅军拒步迎战 明锐决定主动出击 攻打守军最强的满截 免军占据地理优势 又休目乍篮 又射突刺陷阱 但最终都被明锐 翻边合作策略击退 最终拿下满截 杀利两千 缴了不少军被补给 取得大胜 之后明锐继续 但长期深入 不断受到免军小规模滋扰 清军渐渐人困满法 只得在梦龙驻扎 患病者多 战利日捷 而本土作战的免军 越战越勇 将满截等多个据点 又夺了回去 两项优劣势转换 明锐不得不率军 退守木邦 俄尔登俄奉命之远 却为敌不解 导致木邦被围困 最终明锐率 几百八级精锐 为全军殿后 立战后不敌围剿 战至全军覆没 命仆人将自己辫子 带回朝廷 自示名义 乾隆闻讯悲愤不已 特赐明锐果列封号 第三次大战就这样 以大将悲情雨落告终 明锐死后 乾隆对缅甸之患 有为重视 派出最高配队伍 复衡阿里滚 舒赫德 鄂宁协同作战 军队以八旗为主 还调配水师 乾隆还曾想 拉下大国面子 联合先罗 打探之下 才知道先罗已经灭国了 南部边陲 陆滑水多 缅甸游击擅长打游击 清军在陆战上一直吃亏 为此第四次选择 以水战为主 专门派了几千人 到坝上造船 出兵时 复衡八旗水军浩浩荡荡 从大金沙江驶过 阿里滚将军率 1.5万军士 乘着造好的船 从野牛坝出发 准备两路分工合围 以亿代劳的缅军 摸清清军战略 在新阶附近 布好兵马 与清军对峙 第一次对清军取胜 杀敌三千多 拿下新阶 第二次 两军在老关屯对战 缅军凭借 险要地势固守 为躲避 虽然水战 打沉了缅军众多战船 但双方拉举 多日难分高下 渐渐力竭 南方多战气 清军疫病严峻 阿里滚等大将先后病死 傅衡自己 也染病难知 私自在回报朝廷时 将兵士染病折损 夸大到近两万 以卯退兵 而缅甸也被连年征战 和再次崛起的 纤罗拖垮 停战意愿强烈 最终两国前方将领 私下议和 各自发挥一份 对各自国家有利的义和书 以至缅甸没拿到 自己想要的土地 乾隆十八年后 才等来缅甸称臣 多年后 对比两份协议和书 内容极然不同 数真数假 已经难辨 第四次大战 就这样 尴尬结束 两国各自成胜 这场战争 打了七年 蜻蜓损兵数万 耗资九百余万白银 几乎占到国库的五分之一 却收获寥寥 连乾隆自己晚年 都承认是失败的 当时的清朝还享受着 扛秦盛世的余温 但却被边境之乱 搅乱到如此境地 不是一句缅甸集圣 或缅甸占了地利 就能解释的 大清本身的各种败象 也已经露出端倪 而这种败象 在百年间继续传承 导致后来中华民族 近乎亡国面中的 历史性危机 大清之败 依败于 浩大喜功 骄傲自满 大清从皇帝到地方官员 无不沉醉于大国面子 大国骄傲中 对于即将到来的 风雨和禁敌 毫无敬畏之心 一而再地 情敌敷衍 对敌情和邻国局势 一无所知 完全违背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的战略要素 导致敌人壮大 战线拉长 损失有据 二败于乾隆英雄守旧 不重武器研发 当时缅甸非常重视火器 不仅引进枪炮 还雇佣数百法国军事 凭借先进武器纵横 而富饶的大兴竟死守土办法 拒绝武器创新 这种守旧遗风 导致后来中国 被西方侵略时 毫无还手之力 三败社会腐化严峻 乾隆耗面子 文官悉数逢迎 瞒报 假暴军情 直到失去战机 还是谎言满篇 可见整个朝廷 都阿谀之风盛行 增援部队多次 未战逃避 导致主力围困 和不必要损失 只能机构严重腐化 失去判断力和执行力 而外加当地兵是战力之弱 也是整个社会 腐化衰民的写照 从上到下都在走下坡路 注定整个国家日渐衰退 四败不中地利 机动性差 南方地势险峻 多山水 气候湿热 对于长达平原站的 北方军队非常不利 三站都因疾病损失 惨重的清廷 却没有吸收教训 最后连回京的富衡都病死了 缅甸的游击战略 和本土游市 确实是清军不敌的 但清军却四站都没找到应对之策 可见军队机动性能之差 学习能力之弱 缅甸之胜是短暂的 很快又被崛起的纤罗压了回去 大秦之胜是虚假的 不多年后 整个庞大社会就开始轻塌 这样一场并不是军力敌的漫长战争 映照的是一段行衰过程 是历史留下的急事喧嚣 也是后世回溯中的惨淡苍良 人无常好 花无常红 藏在刹那灿烂底下的 要么是欲获重生 要么是行将就木 不被表象迷惑 汲取经验和教训 不走失败老路 即是每场战争 留给后世的最大意义 0107